我们下约在这里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和情感历程 在网络上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大女圣男却还在攻击大女圣女的年纪大 实际上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也很大 明明自己不怎么富有 却还在嫌弃别人很穷 所以很多单身的大女圣男圣女们 他们都是自己给捉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年纪相当的男女本身也是脱单的最好选择 因为中国夫妻年纪一般不会相差的太远 尽管也会有一些姐弟面或者是老少面 但是这样的夫妻还是在少数 大部分的夫妻他们是年纪相差在2到6岁之间 因为生活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 有同样的生活经历 他们一般也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这样的夫妻才能够长此相处 实际上大女圣男圣女们他们就会抛弃这样的年龄观 想要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可是东不成西不就 最终还是把自己给胜下来了 第二个 抛弃自己的年纪群体 跑到别的年纪群体里面去找对象 本身就不具备优势 就像是有些大女圣男 他们不想要找大女圣女 想要找一些年轻的小姑娘 而那些大女圣女啊 又想要找小鲜肉 或者是找特别有实力的大叔 那实际上 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年龄群体 在本身就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 又跑到别人的群体里面去找对象 他们的优势还在吗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啊 有些大女圣男圣女们 他们的年纪已经早过了30 但是心智啊 却跟年纪不大边 实际上啊 无论是感情还是其他的 都是同性相次 异性相惜 如果说在感情方面 你想要特殊化 多年以后 你一定会后悔自己的愚蠢行为 既然是普通人 我们就应该要有普通人的觉悟 也应该适应普通人的情感生活 不然的话 高不成 低不就 只能够说自己捉 最后啊 也只能够是坐简直腹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小罗 下次再见